内湖区公民会馆在周末时间举办了 参与式预算制度推广公民参与初阶课程 获得在地民众的大力响应与参与 这回邀请到明传大学的陈青春老师 为大家讲解参与式预算的历史严格以及核心理念 唤起民众对地方事务的关心与重视 参与式预算我们今天是办第二场的初阶班 初阶班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怎么样去参加这一个有意义的 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过程 了解它整个运作的模式 那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模式 开始去真正关心你地方上 不管是你的生活空间还是公共政策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透过这一个整个的逻辑理念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那最后能够实现你的想法 让这个大家对我们的地方事务能够更加关心 在大家对于参与式预算有初步的认知之后 学员们开始逐桌进行意见表达 并且提出创意提案 不少学员对于如何改善内湖交通 有着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也借着交流让提案诞生 最热门的就是我们目前内湖的交通的问题 对 对对对 因为交通的问题其实啊 我们就是因为我是在内湖啊 长大的也是在内湖出生的 那我觉得能够解决内科交通问题 其实就很简单就把以前的那个内湖桥啊 就是一个吊桥 在那个区段啊也不需要再征收 就是再把桥盖回去就好了 我个人的话对于内湖的历史人文的一些故事 或街区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以前内湖这边是完全是稻田的一个风景 那现在是有很多比如说已经有科学园区 或是内湖现在在地应该说 移入到内湖居住的人口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对于内湖在地的一些历史文化 或特色会蛮想要去了解 目前5月4号还有另一场 也是在一样在公民会馆 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们5月19号 然后会办那个提案说明会 还有著名大会 那当天呢就是说大家就是正式来提案 那市政府相关的局处都会派人员来 跟大家一起讨论 就是让整个案子可以形成 自从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积极推动参与市预算制度 而内湖区更是积极推广 让这样的公民教育深入地方 也期盼完成赔利课程后的每一位市民 都能成为种子 让政府更开放预算更透明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中家有线电视 熊精菜